2月4日有媒体报告了一组偶运冯绍峰和彭小冉深夜聚餐的画面 当天的冯绍峰一身黑色打扮显得特别的低调 她在凌晨3点多的时候才从饭店里走出来 然后低着头直接上车离开了 随后不久彭小冉也同样是黑色打扮 以冯绍峰几乎是一样的动作上车离开 不得不让人感叹 真的是在一起合作久了 连动作都显得特别有默契了 而两人并没有同行 看来是有意必闲了 前不久冯绍峰和赵丽颖也被传婚变 甚至还爆料称赵丽颖的孩子不是冯绍峰的 一时间也引发了网友的热议 对此赵丽颖和冯绍峰也都十分霸气地发出声明 做出了澄清 同时也立正了夫妻之间的感情依旧 特别的甜蜜恩爱 如今冯绍峰和彭小冉聚餐时也刻意地分开走 看来也是担心自己的老婆吃醋了 同时也避免了不必要的传言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